明春我們經常最多使用的拍手 因為拍手是很實用的 但拍手有分外門和內門 外門就是在敵人手的旁邊接觸的時候 這個叫外門 在敵人手的內門那時候 在內門拍手 但是我們要分開了 要搞清楚 當我和對方接觸了之後 手接觸了之後 我們不可以私利用內門拍手 不可以直接對方打一拳為何的擋 因為不夠人家這招 會容易自己在一個很無理的位置 當時你說你一招一招一招 你又可以綁壓 又或者你一招一招 又可以用這個 但是人家的速度是比你快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這個內門拍手是大家 已經接觸了糾纏的時候 譬如說 我搶他的手一招過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才會用這個內門拍手 所以未接觸的時候 他一招過來的時候 就是我通常 這些是外門拍手的 你做得 所以你做多一次 咳嗽 我們大家接觸一下 那時候 他這一招過來 這個工作 所以內門和外門是有分別的 既然外門拍手是大家未接觸過才用的 內門拍手是大家已經接觸過才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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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